台湾自身媒体人李燕秋17号 在他的个人社交网页上发文指出 为了持续地去掌权 民进党动用了诸多的遏制手段 像是台当局的陈诗梦 陈宗燕 还有张嘉玲 以及蔡皮仲等所谓的三男一女 简直比东厂更为可怕 若是民进党当局再去掌权四年 可能后果会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李燕秋口中的三男一女 指的是台当局所谓监察委员陈诗梦 台内务部门副主管陈宗燕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嘉全办公室主任张嘉玲 以及台法务部门副主管蔡皮仲 李燕秋在贴文中表示 台所谓监察委员陈诗梦 高举办蓝不办绿大旗 自意宰杀司法 他只问你怎么可以办陈水扁 以及你怎么可以不办马英九 他一人就足以撬动台当局监察机构和司法的平衡 我们不禁要问 谁让他如此嚣张 谁护他如此践踏监察权 谁提名他 或者他根本就是蔡英文掌控司法的马前卒 再说到台内务部门副主管陈宗燕时 李燕秋表示 陈宗燕指导台湾地区所谓新住民投票时 让他们看到蔡英文 看到民进党就盖下去 盖到其他人就多盖一下 变废票就好 政党票投给小党都是浪费 如此坚强的党性及互主情怀 让其他部门主管压力倍增 可以预期越接近大选 各行政部门将争相表演行政不中立 以博主则欢心 李燕秋还指出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嘉全办公室主任张嘉玲 为卡神杨慧如召集各部门开了七次协调会 协助拿标案 两年合计上亿新台币 张嘉玲曾是台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的发言人 他的先生则是蔡英文的随身秘书 这些人真敢哪 这个网真密啊 而台法务部门副主管蔡毕重 曾以明文规定毕重就轻 为民进党金民代陈明文的高铁遗失 三百万新台币遗事辩护 实属经典 很难超越 但是跟蔡英文把走私相冤案 说成是超买相比 终究还是蔡英文学问高协 李燕秋说 民进党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认定选民健忘 蔡英文一句 这事已经过去了 不要无限上纲 就传过无痕了 而且只要是自家人 绝对护短到底 上面说的这些事有任何人下台了吗 李燕秋感慨道 看看这些人 看看他们做的事 若民进党再统治台湾四年 你不会不寒而栗吗